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離開台灣十年 所以其實接觸到一個整個新的世代 透過這些重新認識學生 其實也重新認識台灣的年輕人在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教學在我的那個年代是 學生要靠近老師的世界 可是我覺得現在不是這樣子 就是你要努力的走進學生的世界 然後讓學生循循善用的方式 讓他往你思考的方向走一點走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雙向的 最後可能會在中間點彼此可以碰面這樣 我第一年來這邊教學到今年又過了一個五年 那我覺得時代變化太快了 過去可能十年一個時代 就現在五年就是一個時代 然後又要重新再理解現在的孩子在想什麼 所以總是一直不斷會有空間可以再進步 因為西洋史劇史中冠 從西洋前五百到現在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那我不可能一個人是專家嘛 那其實在台灣有很多專業某一個時代的學者 我覺得由他們來 如果能夠請到他們來講一兩個小時 我覺得那就是非常珍貴的事情 那同時也讓學生明白就是 知識的形成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渠道 它可以是一個知識的community 一起所共同營造的 那其實我那一門課的一個教學目的的設計 最後是 不是讓他們去背誦那些facts 因為這個時代我覺得背誦是一個 當然它還是很重要 只是說它不應該是教學的重點 我覺得我想讓學生理解的是 我怎麼去尋找到知識這件事情 包括專家在哪裡 文獻在哪裡 學術論文期刊 哪些地方可以尋找到一些資料 那我怎麼從這些知識 多元的知識裡面 最後找到我的問題意識 然後切進去 然後建構出一個為我所用的知識這樣子 應該說我越來越少在課堂上唱獨角戲 就是我想讓時間更多是讓學生去討論 發表他們的想法以前 讓課堂變成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而不是就是我一直在lecture這樣子 所以我漸漸的讓學生成為自我學習的主體吧 引導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我那一門課其實最後是往這個方向再努力 我覺得要先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如果想要賺大錢 趕快離開這個行業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行業 所以我有時候會跟學生聊 我有時候會想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 其實我是很害怕學生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因為他們就戲劇啊演藝啊演藝圈通常都有一個很光亮的外表 可是其實裡面的辛苦是不足為外人道 然後裡頭有很多機運的成分 所以我有時候會跟學生說 第一個你要務實去評量自己 手上的資源是什麼 然後呢你要扪心自問 這是我的passion 這是我的 還是說我被某種光鮮的東西所迷惑 而想要進來追求這個 就是說你快樂嘛 你在分析一個劇本的時候 突然從這個劇本撇見了某種人生的面貌 於是你覺得你有一種很單純的快樂 我覺得這個快樂是追求一個知識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而不是把這個東西當成工具 想要變成一個光鮮亮麗的演藝人員 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經常會跟學生講這些大白話 就是說這個行業的乾苦 然後你自己要評量跟評估 然後你的再來就是你的能力 像有些人的文字能力不好 那你就不能讓他去做編劇這個行業 那高門檻的技術類工作 其實必須有一些對於科技的這種 PASSION 那有些孩子 他就是也不想去搞清楚這些 登具後面的線路什麼 其實這個都是需要人格特質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必須先理解自己 然後在這個行業他應該在哪個環節 這個事情要搞清楚是比較重要 是有些人做錯的 有些人做錯的 來 purse